如果真正能夠標示說它是美白產品 就是我們剛才蕭醫師也講了 就比如說那些他們講的已經是美白相關成分 那如果藥用就是你看到的對本二分 甚至以前有一些杜鵑花酸 這些就是我們的藥用成分 但是要比較擔心的是說 它除了 第一個它如果不是藥用的 而是一般化妝品 它照到底就應該是這一些 剛才的成分 或者是它添加一些 不能叫美白 而是只能叫亮白的這些成分 但是如果它真的 有時候又很好用 你要擔心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什麼以前的拱 檳榔葉之外 像最好用的那個夫人牌 它就是其實還有類固醇 對 類固醇 然後對本二分跟杜鵑花酸 所以你知道真的很好用 可是我記得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是用了之後 他又覺得很奇怪 他覺得不錯用 可是我們覺得皮膚越來越薄的感覺 然後他長期用之後 他就覺得那個地方好像變得很薄 那種感覺 覺得他好像突然間 感覺覺得他可能一觸就急破 那種很害怕的感覺 因為其實有的 有的醫師他開法是 開一條那個對本二分給你 再開一條類固醇給你 自己回去混合 對 自己回去 你一個加一點加一點 但是你如果加了類固醇太多的時候 你長期擦了之後 你皮膚就會變 真的就變薄 他就說請問他覺得 白是白 但是怎麼覺得有點太薄 你覺得好像不小心戳就會破掉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仔細 要看一下說不定你買的 他明明甚至不是要用的 可是他效果也還不錯 那還要考慮有沒有可能是 這些成分在裡面 有可能 但是市面上有些保濕的產品 我們要來注意一下 保濕產品他說什麼 鎖水 保水 快速 而且要快速喔 那個真相是什麼呢 其實所謂的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保濕的部分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天然保濕因子 那天然保濕因子主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所謂的透明脂酸 或者是 玻尿酸 那這些成分呢 其實它都是大分子 它不太可能進入到皮膚的真皮層裡面 那所以說你說很快進入皮膚裡面 那都是騙人的說法 那還有另外一個分子 一個成分叫做 Ceramide 或者是所謂的分子丁 那我們皮膚表面就像一層一層的洋蔥嘛 那一層一層的洋蔥就是 它就是把這一層一層的洋蔥 緊密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保濕的成分 那如果你買 還有另外一種成分叫做甘油 其實大家常常聽到甘油嘛 大家最常聽到甘油是什麼 甘油球 就是用來 就是用來 對 就是人生晚常那個甘油球 是啊 晚常的甘油球拿來抹在臉上也OK啊 對 因為它其實 它其實有滋潤的效果 但是其實它保濕的效果並不好 那有點不舒服 對啊 怪怪的感覺 而且很奇怪 它做成晚常一顆也不過十塊錢 對啊 那你臉上就還貴了 那再我們去買那個 然後除外臉上就好 所以有一些 你知道說保濕效果沒有那麼好啊 所以有一些保濕的產品 裡面大部分都是 這三個成分混在一起 可是玻尿酸也沒有什麼效啊 你的意思 所以說它玻尿酸的成分可能非常的 比例非常的少 那甘油的成分很多 那你擦起來確實是 摸起來很光滑的很舒服 對 但是可能過了一會兒 可能過了一兩個小時就乾掉了 那就是它裡面沒有用到這個玻尿酸的 成分會過低 那有人標榜不管是什麼材質 他說天然 保濕的 對 天然保濕天然什麼 那個可以相信嗎 其實一般的所謂的天然的話 也不能說天然就完全不會過敏 其實像我們都說 有的很多人吃蝦子會過敏 那其實蝦子也是一個天然的成分 所以其實有一些什麼植物 可以取出來的話 它還是很多人擦來會過敏 所以最重要的是還是要適合自己 然後可能使用前要先測試 對 真的是 好 剛剛我們在講說 醫美看到這兩個字 我們三位全部都是買單 對不對 醫美保養品跟一般的保養品 到底差別在哪裡 真說使用的產品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比如說 他們有時候相對的 比如說束後我需要保濕的話 他們甚至那個 有時候他希望說 你都已經束後了 我會用一些單包裝 就他連防腐劑都沒有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他在產品上 就不會像我們一般商用保險品幹嘛 商用的保養品 每個都有自己的秘方 你會發現第一個 他們的成分很少是簡單的 只是簡單的說 我們衛生鼠裂說 已經知道的美白成分這幾個 那什麼成分這幾個 他很少就這個 他一定有他們獨特的 而且這個獨特的東西 一定來自於一些神奇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相對就是 他的成分是單純 然後通常已經經過 大家普遍已經在使用很久 是有用的 然後有些科學的驗證 顯示這些成分還不錯 然後他就做成這個東西 可是他就是有一些獨家秘方的 獨家開發的 某某某什麼實驗室有沒有 通常有這種的 對 香味對你們來講是不是很重要 我不重要 我討厭保養品裡面有太多香味 不過有一些那種漢方的香味 我覺得我倒還蠻喜歡的 是嗎 對啊 像是什麼 羊柑橘啊 或是有時候藝人那種淡淡的味道 當歸啊 強烈的 當歸也不強烈的 當歸也很適合 擠紅棗 抹了就肚子餓了啊 當歸 這些所謂號稱美白的漢方 他的成分可信嗎 洪醫師 其實啊 這個美白 然後從這個慈禧太后的時候就開始 就是很風型這種美白 最有名的一個就是叫做 玉蓉傘 那個就是慈禧太后他大概五十幾歲的時候 臉上有長斑嘛 然後就用這個東西來敷臉 然後它裡面有二十幾種美白的藥材 都是有白字的這個中藥材 什麼白鏈 白吉 白芙苓 白蓮蕊一堆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珍珠粉啊 跟一些蛋清 對 所以後來有人去研究裡面的成分 然後發現有些中藥材裡面 它有一些成分甚至被開發在所謂的化妝品裡面的一些美白的成分 比方說甘草裡面的甘草酸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玻尿酸 它就是Haloic Acid 所以它還是一種酸 所以它抓水它才會有保濕的效果 所以本來就缺水的人 它效果就沒這麼好 甚至有那種無水的玻尿酸 或是無水的甘草酸 它的效果跟一般的就不一樣這樣子 所以漢方的藥材有非常多 然後每個成分都不一樣 有的是透過這個減少黑色素細胞的產生 比方說剛剛講的甘草也有這樣的效果 還有一個很棒的效果 還可以內服又可以外用 它其實很推薦大家使用 就是 藝人大家應該都知道效果很好 其實把它抹粉來敷臉 它也算安全 安全性還算高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醫學進步 它對於製程方面已經改善很多 比方說做底片的技術 拿來做化妝品輕而易舉 一樣就是有些技術拿來做化妝品 它其實安全許多 它會經過體外測試 或是什麼敏感測試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就這麼做 DIY 對 DIY出事的比有效果的多太多了 所以這些可以吃的食材 我會建議是內服來做美白的動作 而不是把它真的外服 就是兩個要一千 對 就是內服外用這樣子 不過市面上這種保濕成分的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還好 因為不是只是提醒大家幾個 比較常犯的錯誤 第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想說要保濕就是補水 所以他會拼命地往皮膚噴水 所以有一陣子非常流行的有噴霧型 對 可是噴霧型其實醫生一直在提醒大家 其實你水 你如果只是噴水 早上把它壓一壓 你覺得自己它吸收水了 其實沒有 反而它會更帶走更多水分 因為你沒有把它撐住 第二個事情是很多人為了保濕 他想說 我是不是把一些比較像動膜狀的東西 放越久 它會吸得越多 那這樣我就感覺整個 哇我的臉把所有動膜裡面的水 通通吸過來 這也要注意 因為像這種水分很高的這些成分 事實上它要保持它可以長久都這樣 它還是必須放一些 讓它不會壞掉的成分 因為長時間的 然後幾乎後面積的接觸 再加上它可能沒有先測試 因為如果你要敷到這麼厚 這麼長時間 然後它又是那種水分這麼高的成分 結果後來它就說 長了一顆一顆一顆小疹子 那醫生推測說 它有可能是對裡面某些東西過敏 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你反而讓它更久的時間 一直在那邊接受那個刺激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只要把它弄在臉上越久 那些東西就是我的 很多女生在敷那種保濕的面膜 也會想說 我是不是辦法把它放越久 尤其他們現在流行的這種生物膜 那初久反而會不好 就是生物膜系列 他們就覺得 我那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它幾乎不太會有透氣的問題 所以你皮膚 比如說一些皮脂線排不出來的話 塞在裡面有的人隔天的話 就全部長很多大豆 真的 我就是 我以前就是用面膜像這種敷的 然後我想說 敷久一點吸收應該會更好 隔一天立刻長大豆豆 真的 立即見效 對啊 所以真的是 所以如果要挑選美白保濕 蕭奕希有什麼樣的建議 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我們剛才說美白的成分 就是衛生署公布的這些成分 有些是預防黑色素產生 有些是比如說像維生素C 就是你黑色素產生了之後 你維生素C可以把它還原成無色的黑色素 所以說你如果一直只是在預防的話 或者一直只是在說產生了黑色素 再把它還原掉的話 是沒有什麼效果沒有打折扣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 你還沒有產生前就做一個預防 那產生了之後把它代謝掉 那或者是把它還原成的效果 所以你的產品的話 你可能每個成分都要有一點 或者是比如說你的美白產品的話 你的化妝水裡面可能就是預防的效果 或者是你的乳霜裡面就是把它還原成無色的效果 每一個成分都早一點 那至於說保濕的方面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需要選擇 像剛才肅清講的就是 那個噴的水就是補水 那補水的話 光是補水是不夠的 因為你在噴的水的過程中 你的油分就被那個水分帶走 所以除了補水之外還要抓水 像膠原蛋白或者是不尿酸 就是把水抓在裡面 那最外層再擦一層鎖水 就是油的成分 再把鎖水裡面 那中醫呢 中醫的這個美白保濕這些方面 它是屬於循序漸進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還是它也可以瞬間美白 不能瞬間美白 那一定有問題對不對 他就做實驗了 對 但是我們會建議要從體內調理 因為皮膚它只是一個身體狀況 反映在外的表現 然後它主要是中醫的廢氣的調理 所以我推薦大家一個叫做 美白淡斑潤膚茶 好 謝謝 您 謝謝